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和窗外挡不住的春天 各国政府在要求欧洲人民居家禁足了整整一个月之后 都必须要面对一个同样棘手的难题 继续延长禁足令 防止病毒扩散 还是解除封锁 抢救经济 但是如果要解除 又要如何解除 欧洲第一个强制要求 在公共场所要戴上口罩的奥地利 也是率先松绑禁足令的国家 截至4月18号凌晨 奥地利确诊15000人 只有431人死亡 但是也不敢轻易扬言 全面解除禁足令 如果是以学校复课的角度来看 丹麦才是欧洲解除禁足令的第一名 从4月15日起 重新开放托儿所 和恢复小学上课 复学的最大效益 无疑是复工 这是回到正常生活的第一步 得以及早疏解 许多中小型企业 面临倒闭的压力 相较于其他国家 丹麦相当成功地完成了禁足令的考验 丹麦的地理环境 只有两个世纪接壤的邻国 正好是采取不同防疫措施 却都相当成功的瑞典和德国 4月13日 将近3600万法国人守在电视机前 倾听马克宏一个月之内 第四次的电视演说 这一刻 新冠肺炎已在法国 夺走了将近15000人的生命 截至4月18日凌晨 几乎达到了19000的死亡人数 是全世界死亡人数第四高的重灾国 延长禁足令是意料中事 复刻之后将让更多人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尽早重启法国停摆的经济 不过5月11号复刻 却继续关闭餐厅 咖啡馆 酒店 电影院 剧院 和音乐会的决定 也引起了很多反弹 但是马克宏坚持 重启这些社交场合的前提 是大范围的检测 长期以来 法国人习惯于被告知 要为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 付出高额税 但疫情3月初爆发以来 法国人却对于严重缺乏口罩 筛减工具和防护器材 感到沮丧 马克宏政府也因危机处理能力 而备受批评 他改变了一个月之前 斩针截铁向病毒宣战的口气 婉转的 为多次金氏夺飞的决策翻转道歉 终于承认 无法速战速决来克服病毒 最大的反讽 是被迫提早结束任务的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竟然有50%的水手被感染 这会是一场长期抗疫战 但是曾经向病毒宣战的 极指马克宏 我们在大战里 我们必须解决于我们的大战 我们必须决定像任何时代的国家 唯一没有高调向病毒宣战的 是德国 没有沾沾自喜 只有比锦小盛围 更锦小盛围的战战兢兢 没有温情喊话 只让数据说话 1,1人都在 然后我们在冬季 在冬季节目标准备 我们在冬季节目标准备 我们在冬季节目标准备 就是2,2的人都会加高20%,1,2% 就是由五人加高1,2人和4人 然后我们在冬季节目标准备 是由于我们在冬季节目标准备 我们在冬季节目标准备 就会加高1,3 就比较多了 我们分成4至5人 导致预订为 并且将从5月4日开始 允许全国各地的学校逐步开放 但将调整为小班制教学 并要完善校车及用餐等严密的后勤准备 德国本周四公布的新冠病毒传播率首次低于1 在封城禁足一整个月之后 联邦卫生部长在周五正式宣布 德国疫情已经获得控制 也许是复活节效应 但是最受瞩目的忏悔 不是在被封锁的教堂里 而是在欧盟议会里 但是意大利人还听得见这个池来的道歉吗 截至4月18日凌晨 与大利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两万两千人 联邦卫生部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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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卫生部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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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欧盟对意大利的袖手旁观 不但再次伤害了意大利 引起了意大利人普遍的失望 甚至愤怒 让质疑意大利 是否应该留在欧盟的极右派 火力全开 意大利已经进入封城禁足的第六周 孔帝内阁宣布将继续延长至5月3日 星期二开始 马德里工地里的机器重新启动 在完全停工两星期之后 西班牙允许非必要性的行业 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复工 可以重返工作岗位的 主要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工人 为重新的经济区域 除了避免疫苹果 警察和徒务 都担任10亿免 在公共交易 西班牙的禁足令将继续延长至4月26日 但是总理桑切斯放宽限制 允许部分行业在复活节后 重返工作的决定 引发了各界的争议 很多人认为为时过早 虽然感染率正在放缓 但西班牙仍然是死亡人数 仅次于意大利的第二重灾国 截至4月18日凌晨 西班牙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 已经直逼2万人 如果欧洲大陆的疫情 普遍出现平缓的趋势 那么唯一的例外 是疫情还在明显继续升温的英国 在英国政府首席顾问 瓦伦斯本周公布的图表上显示 英国几乎完全复制 意大利的疫情发展曲线 英国的人口基数和全球化程度 被认为将会成为 欧洲新冠疫情最惨重的灾区 英国临为寿命的代理首相拉布 在周四的紧急会议之后宣布 全国封锁禁足令将延长至少三星期 而且没有任何松绑迹象 全力抑制疫情的扩大蔓延 截至4月18日凌晨 英国的死亡人数 已经逼近一万五千人 但是这个数字 只统计了医院所累积的死亡人数 没有涵盖老人疗养院的死亡数字 可止英国 全欧洲疗养院里老人 在新冠病毒的威胁下 被禁止儿孙探望的酷刑 让他们都成了 孤独等待死亡的囚犯 这些老人 也是各国计划解除禁足令之后 还要继续被禁足的高风险弱势族群 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 只要活着 老人也可以是抗议英雄 99岁的英国退休上尉 摩尔老先生 在本周四 提早完成了 他在4月30日百岁大寿之前 要在25公尺长的花园 来回走100趟的目标 他最初只想为英国的NHS 募款1000英镑 但是一星期之后 数字爆棚超过了2000万英镑 这是新冠病毒令人忧郁的 愁云惨物之中 今年春天最好的消息 生日快乐 摩尔先生